这是一个充电枪 这是一台奔驰L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在路上非常少见的 可以上绿牌的 可以充电的 24款插电式混合动力奔驰S450EL 那它的外观呢 其实跟燃油版的S基本上是一样的 唯独就是这个尾标 这个是S450EL 如果你觉得它不太能够彰显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身份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车你可以看到它是上绿牌的 上了这个绿牌之后呢 它会更加凸显它的身份 它跟这个价位差不多的燃油版450EL 4MATIC的配置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呢 首先就是大灯 这个是几何多光束的 那个是像素式的 不过这个也选了这个数字大灯啊 2万多 然后再一个就是轮圈不一样 这个是19寸的 那个是20寸的 后轮的宽度也不一样 这个是255 再一个要说的是 这一款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呢 它是后驱 而450EL 4MATIC呢 是四驱等等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配置 另外在内饰上也有一些配置的差别 这个我们一会儿到车内再说 那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动力的不同了 燃油版呢用的是2.5T直列六光发动机 并且配有48V轻滚 但是这款车呢 配的是3.0T的发动机 并且配了一个单电机 以及一块28.6度的电池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8公里 那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 跟燃油版相比有哪些优势呢 首先呢它是上绿牌 在很多地区你是可以享受到 新能源牌照的优势啊 比如说不现行 再一个就是它比燃油版更加的省油 其实燃油版 我在这个网上看到很多车主的评论 说日常在市区行驶的话是10个多一点 那高速行驶会更省油 大概是六七个左右 但是这一款车 这两天我在行驶的时候 在溃电的情况下 它的油耗也可以达到7个多 那真的是非常的省油了 这两个油箱都是一样的啊 76升 按理说它充满油 满油满电的情况下 理想状态下是可以跑1000多公里的 虽然可能大概买这个级别车的老板 应该不会在乎那一点点油费啊 但是万一有个800里加急的情况下 它是能够减少你进加油站的次数 其实奔驰S的外观一直给大家的印象呢 就是老大哥 然后标杆旗舰的这种非常稳重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旗舰款的设计师 真的挺难的 不管是设计还是配置的革新 设计好了那就是颠覆 不好可能都地位不保 奔驰S到现在为止啊 已经经历了11代的车型 那你们更喜欢哪一代呢 是虎头奔还是蝴蝶奔还是现在的这一代呢 可以打在公屏上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不管你们喜欢哪一代 这个最好的永远都是最新的一代 内设的设计呢就不多说了 它能够给到你的豪华感 高档啊 氛围感 科技感这些 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今天我要说的就是它的细节 首先这个奔驰的氛围灯 大家都知道 你觉得非常的漂亮 那一般呢 它标配的都是64色的氛围灯 这个车它是选装了一个主动式环绕氛围灯 这个要花102000块钱 那不管是燃油版还是插混的版本啊 都需要选装 但是我要说 买这台车的人花这一万多块钱 选这个主动式的环绕氛围灯 真的要选 一点都不亏 非常的值得 为什么呢 它不光是有单色啊 它还有多色彩 然后你有很多的主题去可以选择 那我现在选择的这个颜色 你们其实可以看到啊 它的这个氛围灯 它是有慢慢的渐变的 它是有慢慢渐变的颜色 就是一会就会过渡一个颜色 真的非常的漂亮 而且就是你们可以看到 它的灯光是分为这种渐变的 然后内厚的 还有这种这个勾勒的 就是你在夜晚点亮的时候 车内的每一处空间 你都能够看得到 就是让你的内饰 一下就明亮了许多 非常的好看 而且这个灯还会跟你互动 比如说我现在唤醒 你好奔驰 你好 你看有什么 我的主驾驶这一部分 它就会闪烁白灯 那副驾驶唤醒的时候 副驾驶那边就会闪烁白灯 再一个呢 就是当你调节温度的时候 温度上升 它就会有红色的流水 温度降低 它就有蓝色的流水 真的非常的好看 就让你的内饰看起来不单调 然后又有活力 真的太漂亮 我觉得花一万多块钱 来选这个 非常的值得 然后再一个要说的呢 就是它的空调的细节 我发现啊 它的脚下的空调 也是可以单独调节温度的 就是你可以去调节 比你当前的空调温度 在高两度 或者是低两度 这个很细节 其实在别的车上 我是没有看到的 而且它在脚底下铺设的 这个空调的面积 也非常的大 就是现在很多车 我之前有体验过啊 就是右脚热 左脚是凉的 你懂那种感觉吗 但是这个不会啊 就是两个脚 都是暖暖和过的 然后前排的座椅 都是配了加热跟通风 但是我要说的是 这个插混的版本 是没有办法选按摩的 前后排都不可以 燃油版的可以 它是可以选择按摩 这个我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不能选按摩呢 还有就是没有方向盘的加热 都这个级别了 然后还没有方向盘的加热 你们知道在北方的冬天 早上刚一上车的 那个瞬间有多的痛苦吗 手冰凉 方向盘也凉 我的妈呀 但好在啊 它的这个座椅加热 热的速度非常快 也算是能缓解我的温度吧 还有一个细节呢 就是它的仪表 这个车是选装了 一个3D的裸眼仪表 它看上去 整个这个仪表的感觉 会更加的立体 就是很像我们戴着3D眼镜 去看电影的那种感觉 然后包括它的地图也是啊 当你开启导航之后 它的地图 就是你行驶在大陆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仪表呢 会平面一点 但当你走到 一些狭窄的路段 或者是将要停车的时候 它的地图会变得更加的立体 就是帮助你来判断 哎我到底该走哪条路 以免我们走错道路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用的 但是你看地图的时候 要必须在正正中间 你知道吧 就是当它有这个立体感觉的时候 但凡你稍微错点位 哎这个地图 看着就可能有点眼花 那说到这 要说到它的这个仪表的指针 这也是一个非常细节的点啊 它这个指针的末端 就会闪烁一颗非常漂亮的星星 亮亮的星星啊 就让人看起来啊 觉得很精致 很富有科技感 其实近两年呢 你们会发现啊 奔驰S一直都存在于 这个各大品牌的PPT里 跟它去做对比 那奔驰没有的配置 我没有 奔驰需要选招的 我们标配 但实际上啊 不是说这个配置 对的越多越好 真正的让你体验到舒适的 反而是这些很细节的东西 嗯 其实我觉得总体来看 奔驰的这些细节化的体验 让我觉得真的蛮好的 那后排的细节体验在哪呢 首先就是这个坐垫的长度 上次拍A8L的时候 我说拍的那个坐垫短 但是这个S的坐垫长度 我觉得这才对嘛 这才是应该这个级别 应该有的坐垫长度 就是它对于整个大腿的承托 做得非常好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坐垫的前端 是有一个弧度的 所以你的大腿搭在这上面来 就是非常的舒服 然后它还可以往前伸缩 往前延伸很多 所以我觉得 对于这个大高个儿的人士 坐在这里 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体验 再说一下 它的那个头枕也很细节 就是你现在看它觉得很细 但当你靠上它的时候 它对于你的脖子 会有一点点的支撑 但是它也不会坐得特别鼓 不会让你的脖子 有那种前颈的那种感觉 就这里永远都有 那种顶着的感觉 不会有那种 就是靠在这里 非常的舒服 有一点支撑就够了 还有就是它的屏幕 后面配了两块单独屏幕 整个显示的素质 都是没什么问题 它可以跟前面的屏幕的信息 是可以共享的 然后另外 你觉得够这个屏幕 有点麻烦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小屏幕 来操作 当然了 这个小屏幕拿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 它的显示的素质 还是不如 其他这三块屏幕的 就是它这个 显示的字体的感觉 让我有一种 手里在拿着一块 初代的 iPad mini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的反应速度 也是没有 这两块屏幕块的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它后排的 这些阅读的灯光 你会发现 它有很多种模式 阅读灯 工作照明 以及独立的照明 很多种模式 而且每一种模式 点开之后 都可以去个性化 设置它的色温 亮度 以及光束的大小 这一点 真的就非常的细节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它的遮阳链 你会发现 它这儿有个盖板 遮阳链升起的时候 这个盖板才打开 就是说 当你把遮阳链 升到最底下的时候 它这一块 就非常的平整 当你说 想要去找隔壁座位的 这个东西的时候 当你的手伸到这里 这里的光速 就会自然而然地 打下来 我觉得整个后排的 氛围感很nice 对了 还有一点 我要说的是 我发现这个车后排 没有设置 这个前排座椅 调节的按钮 就是没有老板按键 这个我很疑惑 我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这个 插滚的版本 没有设置这个按键呢 昨天我坐在这里 想要调节 前排座椅的时候 没有办法 你只能让前排的人 帮你去调一下 这台奔驰S450EL呢 搭载的是 3.0T直列6缸发动机 变速箱呢 跟其他版本 都是一样的 9AT的 那它的电机功率呢 是110千瓦 系统综合功率 是300千瓦 其实它的整个参数呢 是要比与它价格对位的 S450EL FOMATIC 它的那个数据参数呢 要更好些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它的百公里加速 却没有那个燃油版的快啊 它的百公里加速呢 是6.4秒 不过我觉得 买这台车的人 应该也不会在意 那一点点加速的感受了吧 这个加速水平呢 跟我前两天试的 那个奥迪A8L 是差不多的啊 但是体感上 这两个车开起来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A8L感觉更加的轻盈 但是它S 感觉是更加的稳当 就不管是你大力的加油 还是大力的刹车 这个车都是非常的平稳 这台车在电量充足的情况下 你会觉得 它的整个动力输出的质感 更像是一台高品质的电车 然后它的起步呢 也是要比燃油版的车型 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更重要的就是让我感觉 让原本很安静的S 变得更加的安静了 就尤其是在低速形式的情况下 你会感觉车内 就是变得特别的安静 还要说一下 它的这个整个加速的感受啊 就是当你一脚游下去 你就会感觉 它的加速感受 特别像这个快艇 在海面上加速的感觉 就是感觉整个车 是浮在路面上的 会有一种漂浮感 就这种感觉 我还觉得挺奇妙的 那从这个平顺性来讲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时候 这台车还是挺完美的 就是包括它这个发动机 介入的时候 也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但是在这个低速的情况下 偶尔还是会有一点顿挫感发生 那着重还是要说一下 它的底盘造诣啊 其实去年我也试了不少车 但是这台车 不管是从舒适度 还是质感 这两个维度上来讲 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好 就它给你的感觉 真的很棒 那个质感 很高级 就我家附近有一条 比较烂的路 我一般拿试雅车 都会去那条路试一下 然后我骑摩托车 走那条路的感觉呢 就是变 真的很变 但是我开这台车 重新走那条路的话 就是让我感觉 我好像行驶在了一条 这个路况比较好的 板油路上面 让我有种错觉 我以为那条路 又重新呼了一下 因为它是能够把那些 细小的跌摸感 全部抹平 就整个质感 真的做得非常的棒 我也在想 如果说 想要再去突破 这种质感的话 我觉得我得再往上试了 我得试比它 更高级别的车才行 还有一个要说的是 这台S450L呢 它是后驱 而且是没有办法 选后轮主动转向的 但是这个燃油版的 S450L呢 是四驱 而且是可以选 后轮主动转向 这个配置上 我真的还挺有迷的 不过后驱对于这台车来说 也是够用了 虽然它很大 很长 但是有了这个后驱的加持 这个操控的整个感受啊 包括你在程序里面掉头 我都觉得没有问题 像一样我在国贸 掉头都是一把锅 在程序里面一把锅 它只需要占用对象的 两个车道就OK了 那最后呢 要再说一下 它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开启的过程非常的方便 一键就可以了 就是方向盘左边这个调节时速的按键 一按它就自动开启了 其他品牌 需要两步三步的步骤开启 那它只需要一步就OK了 那你像它开启它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之后 加速啊减速啊 包括跟车的过程当中 这些平稳的状态 对它来说都很易贼 我着重要说的是 它的这个变道辅助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当你开启这个功能之后 它不光是能够判断前后车的这个安全距离 然后帮你这个快速的并线 当你在拥堵的路况下 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天我在五环上面 然后我的左后方有个车离得我比较近 我开启这个功能之后 它居然会帮我加一把速 然后再并到旁边的这个车道里面 我觉得这个操作就很人性化 你知道吗 就像人自己在开车一样 你觉得这个距离是够的 然后你需要加一把油再并过去 开启它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 它也会帮你这样操作 那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这台Bench S450EL 它给我整体的这种 很好的感受呢 是多维度的 不光是体现在底盘操控 以及形式的质感 那乘坐的舒适性啊 然后以及这种灯光交互的感觉 然后包括这些其他功能上的使用 这整体的感觉都很好 所以对我而言呢 这一百多万的Bench S 就已经算得上是梦幻作家了 但我觉得肯定有人会问 那宝马七夕呢 等着 我下次试 就学会说你这样子的风格 记得觉得你这样子的风格 在那乘国转发家的话 就是因为你终合因为 这个风格它不成功 在这种风格之下 这种风格可以变得上 像你一样的风格 你看 那 такое风格 我自己做得写在那 Jos 我那其实像我这样子的风格 这个风格 你这么了